星期!星期! 星期!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良开始! 早安!今天我们要看 撒末纪上的第23跟24章 我今天挑选的是第六节 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当你在看的时候 你有沒有发现 大卫他并没有把扫罗 看成是一个当权者而已 而是他很清楚知道 他是神所委任的人 他并没有把扫罗 当作一个仇敌 而是看成自己 需要尽心侍奉的主人 有没有很特别? 我觉得这观念对你来说呢 你真实知道 神高谋你的领袖 神拣选你的领袖 即使大卫是这样被扫罗追杀 他一点都不碰 前一节他提到了 扫罗大卫即使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 他心中自责 那个心中自责 在原文里面竟然讲的是 打击打心 或打击心 大卫他觉得他这样子 割下他的衣袍 割下他的衣袍 他感受到一个自责 感受到伤害了扫罗 我觉得我们跟神来祷告 大卫是这样的一个敏感 一个敏感 一个敏锐 一个留意 而且呢 我相信 我相信他的心 他一直 他割在衣旁 他在告诉他扫罗 他想告诉扫罗 我并没有要来反你的 他渴望消除扫罗一个憎恨的心 而你我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 哇太好了 天赐良机 这时候正是我把他杀死的时候 他犯错了 这时候我正是 我早就不喜欢他在这个位置 我恨不得把他拿下来 这时候正是好机会 我觉得大卫的这个故事 真的来帮助你我 我们真的要明白神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 好不好 所以我要奉主的名 来为你祝福 期待今天的这个信息 能够帮助你 甚至你可以常常记得 主啊他是你的受高者 他是你的受高者 主啊他是你的受高者 我不碰他 主他是你的受高者 即使他对我来说是使我这么痛苦的 主可是我尊敬你 我敬畏你 所以我对我的受高者 我是尊敬的 求主来帮助你我 真的有大卫的心志 奉主的名祝福你 阿们 安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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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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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